那布林肯想来想去没办法 所以说要去拜托中国外长 还有其他国家的外长 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说服伊朗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对不对 我布林肯实在是没办法了 拜托你王毅 拜托你A啊B啊 你们去跟伊朗讲一下好不好 先不要这样做 然后所以一天之内 我们看到他跟这个大陆 还有跟土耳其沙特等等 外长马不停蹄地打了很多电话 谢大使 对其实在这个战术上来讲的话 你拉开的弓 你射出去的箭更有威胁力 你把弓拉着 可是你不要射 你射了以后 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所以这弓拉的时间越长 效果越大 你看现在以色列紧张 以色列军队他也要动员 对不对 待命啊 那国内各种都待命 那现在拖了你一个礼拜 搞得人家鸡飞狗跳 那拖两个礼拜 他不是更麻烦吗 所以我觉得他以这个伊朗的这个 好战术运用 我觉得是蛮灵活的 他不断的在 他说我要报复 我要报复 我要报复 可是呢 这个报复过程中 已经造成很多现象的改变 对 以色列的军队也被牵制 对不对 以色列的28个使领馆都已经测空了 那你不能永远测空了 你打完以后他就可以回去了 可是我就是不打 那你要 你那些使领馆 在那边要空到什么时候 所以他这个用这个战术 其实我觉得是蛮厉害的 我也不认为他 我猜啦 不会这么快 不会这么快 那我看很多人就讲说 其实你要看 伊朗过去 常常被 他被攻击过很多次 包括苏拉曼尼也是被打死 都不是在伊朗境内被打死 都在伊朗境外被打死 苏拉曼尼也是 他在伊拉克被打死 被美国的这个无人机 那个精准打击打死 那这次 以色列也没打伊朗 也没打伊朗的本土啊 对不对 他打的是以色列驻 这个叙利亚的大使馆 所以叙利亚能够 不是 现在伊朗能够报复的话 以国际法来讲的话 那应该就是说 等比的报应 报复 如果你今天去打 以色列的本土的话 事实上你就有一点点过头了 你这个报复就过头了 那可是 可是 这个伊朗的 不管它的最高领导人啊 还有它的外交部门就说 我们的驻外的大使馆 就形同按照国际法 就是形同什么 就形同伊朗的国土 那是国土的延伸 所以你打我的大使馆 就等于打我的本土 所以我们不排除要打你的本土 这句话讲的很有威胁性 所以就不自说 你以为伊朗只会打 它的以色列驻外使馆吗 也不见得了 伊朗讲的是很有弹性的 所以我觉得它现在已经达到它的目的了 那过去以色列基本上比较头痛 就是说 第一个 这个好 叶门的这个 叛军 基本上是伊朗在后面当 当这个人 那这个 这个 黎巴嫩的这个 真主党 也是 所以 伊朗一直是用什么 代理人来跟以色列打 整个事情就是搞得美国头很痛 这个纳特亚胡 反正他有他自己的私心 你怎么看待这个布林肯去拜托王毅这件事 这个很正常 这非常正常 其实国与国之间都是一码归一码 这个时候 美国想要把这件事情 要跟伊朗讲上话的时候 他一定找跟伊朗关系比较近的 那你看跟伊朗关系近的 就这几个国家 那是一码归一码 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搞不好 可是该要去请中国大陆帮忙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就会去请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外交了 那不能太拘泥于 一些怎么讲 一些形式的 外交是以达成目的为最高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就是 现实主义外交 那我觉得基本上呢 如果伊朗把这场战争扩充 也就是现在最怕的 大家都怕的所谓的 尾巴冲突的这个扩充跟升级 溢出效果跟升级 那事实上 对土耳其对中国大陆 沙特来讲 还有欧洲国家来讲的话 都是希望这场战争不要再升级了 因为再升级的话 你现在石油已经涨到90块一桶 那中国大陆要买石油 对不对 那很多都要石油供应 那你社会的国际的整个经济秩序也就受到影响 所以牵一把动全身 我觉得伊朗现在就等大家来找他谈吧 然后呢 美国也已经摆明态度了 美国就说 我已经跟伊朗交好 你很搞清楚 是以色列打的 不是我打的 你不要再跟我算账 所以这个也造成了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一个建立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伊朗这个这一招还蛮高的 一个俄乌战争 一个在现在又有伊朗 以色列这个巴勒斯坦等等 美国头很痛 那这个苏利文的这个肋骨问题 连日来登上这个新闻版面 越讲越奇怪 那反正他本来去沙特 后来没办法去 说是骨折 然后从骨折 后来是肋骨骨折 然后呢 他去基辅访问回来之后 就再也没有露面过了 对不对 那好歹 苏利文 他这个美国这个白宫国家人事务助理 跑到这个千里条 跑到基辅 见了泽伦 连张照片都没有 这也是这个奇了怪了 所以呢 大家反而推回去 真的 什么照片 就一个简单的新闻稿 那现在又传出 可能没有很轻微 说他有可能是重伤 肋骨 在胸部这边 是不是还 甚至有人 陆媒讲得很夸张 什么开胸手术 等等之类的 然后再反推回去 奥斯林的那个膀胱癌 是不是也有点玄机 是不是也在这个访问 这个乌克兰之后 好像就没有什么消息 然后他们的健康状况 都很悬嘛 亮哥你怎么看在 苏利文的肋骨 等于是拜登的国安顾问 跟防长都出问题 是啊 真可怕 而且都是去完基辅 回来就出问题 我认为如果基辅 真的是因为发生什么爆炸 然后被震到 然后不小心受伤 那就表示俄罗斯的斩首 已经没有在管对象 不就这个意思吗 不然你怎么会被炸到 因为情报很灵活 因为你应该是跟哲伦斯基很接近才对啊 不然你会在哪里呢 俄罗斯以前怎么可能去炸哲伦斯基呢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跟你讲说 这个普京现在已经不管有没有谈判对手了 他要巩固他的自己的阵地 打到他要的地方 然后自己建立军事缓冲就是了 我认为他的思考已经变成这样 所以苏利文可能自己没有判断好啊 没想到真的来做斩首的打击啊 因为我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哲伦斯基差一点被炸到 所以你没发现哲伦斯基 现在很少在外面走当的照片吗 以前常常嘛 对啊 以前常常在外面走来走去啊 最近为什么都没有这种照片 就表示俄罗斯的斩首已经不分对象 就这个意思啊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胶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盐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2000包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e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咯 嗯 新入口 入口 着眼皮 保养 積 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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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儿